你好 郭學長 歡迎來到咖啡沖煮公月 今天我們又來到金萬的老巢 來到了雀了 請問跟大家做介紹一下 我是金萬 金萬的線上課程 在網路上已經如火如荼的在推播給大家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還沒有加入這個線上課程的話 趕快去看一看好不好 然後今天呢 也因為這個事情 我們優先的先來搶先曝光 我跟金萬呢跟大家聊 這個 這個 新芒綠杯的香氣放大的沖法 我們各會用自己的招數跟大家分享 還有我們會跟大家聊一聊一些咖啡的一些都市傳說 你那是黑白對局 對黑白對局 黑白大粗 讓大家可以來投票 看大家覺得哪一個比較好喝 根本大家會編沖一邊跟大家聊 然後 金萬最近這次的線上課程會跟大家聊一些 一些疑難雜症嗎 會 對好 那我有看一下裡面的內容 裡面有一個單元專門在講一些網路留言 因為現在網路太發達了 對 所以就是 這是破源之一 沒有 是從以前到現在流傳 然後就你翻我的 我翻他的 他翻他的 然後就越傳越奇怪 對 然後還有一些可能是十幾年前的資料 對啊 就是說不這樣衝好像不行 對 所以我們今天就是要來幫大家破解一些東西 對我們用比較可能比較理性的思考 有一些根據的一些方式來探討說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境好不好 那我們就邊沖煮邊跟大家聊好不好 好 那我先沖 好不好 我沖完以後就千萬會幫大家示範一下香氣放大的沖法 那我們今天我們兩個特殊點就是 我的香氣放大的是香氣 然後比較甜度比較足的方式 然後你的是酸 酸香比較強放大的方式 所以兩個沖煮會蠻不一樣的 OK 那我們就邊沖煮邊跟大家聊好不好 好 OK 那首先呢 希望會大家來示範一下這個 心芒的香氣放大的沖法 研磨度呢 跟平常差不多 OK 我比儘管的都用的再粗一點點 然後第一個調整點呢 是我們把水溫做到95度 米子放進去以後呢 把我的粉拍屏 好 準備來沖煮 然後這個沖煮第一個特殊點就是 我們悶蒸的水量要少一點點 悶蒸時間要增加 好 悶蒸水下去正中間 1 2 3 繞兩圈 回中間 OK 25到30 比平常的少蠻多的 OK 好 然後同時我們也來跟 請今晚跟我們聊一下 你覺得第一個 我們常聽到的都市傳說是什麼 我們第一個常聽到的都市傳說是 因為我之前有聽人家說 悶蒸的那個水不能滴下來 OK 就是我水要全部keep在我的濾杯裡 對啊 我之前聽到有人會把悶蒸水倒掉 就是如果滴下來把它倒掉 對啊你有聽過嗎 好像有聽過某些流派 對啊 他就很堅持不能低 他就說低了就是失敗啊 對啊 他說跌了就不行 所以他就會很少很少水 所以有陣子 其實金澤那時候也剛開始流行 對不對 他那時候日式的手法 他們就很強調不能滴下來 然後45秒過以後 我們正中間 給水下去以後用大水 好沖大水 然後往外繞圈 然後正中間呢 一路給大水 稍微抽一下 給到250毫 這水要盡量大 不要客氣 他的香酸就會擠得漂亮 200 可以淹到很高的位置 OK 250 悶蒸滴下來 因為我們目前最近比較流行的 你是大概是粉的兩倍嘛 對啊 粉的兩倍 正常我們都是給粉的兩倍的水來做悶蒸嘛 那這樣子基本上一定會滴水 怎麼這樣子都會滴水啊 一定會滴水 所以 怎麼可能不滴 你剛才說這個有前提就代表說 他如果要他不滴 只有什麼可能 可能就是你的水要給的很少 非常少 或者是你20克的話你給他10克 給非常非常少的水 對 或者是他悶蒸的給水要很 柔軟 對很柔軟 很柔軟 好 然後最後呢 50cc就輕快速 簡單的 輕柔的啦 然後 繞出來 到300 OX 就這樣結束 對 非常的簡單 所以這個手法就是前面那一段的給水 我們盡量把風味都往前推 所以他喝起來就會相傳特別的明顯 可是我覺得理論上來說 他這樣子會導致他的排氣不完整 就是咖啡粉部分的粉是不會吃到水 對對對 所以他雖然沒有低調 對 都吸到粉裡面了 對啊 會導致於有一部分的粉 他是 也沒吃到水 沒有吃到水 那以我們的充足邏輯來說 如果粉沒有吃到水 會導致什麼樣的狀況 沒有吃到水就是沒有排氣啊 沒有排氣 他的萃取一定會比較慢 對啊比較慢啊 所以部分吃到水的 對的粉他水素就會變快 所以怎麼樣子都很難做到完全都吃得剛剛好 或許有那麼一種情境就是他可以給很少的水 但是他百分之百可以讓所有的粉都吃到水 很難 對所以有可能會存在但是很難對不對 太難了 我做不到 我覺得這咖啡傳說有趣的地方 我印象中是比較一些老的日式流派 對 會有 會比較強調對不對 對啊 就很職人精神耶 所以可能真的要練到說很準 而且以前他們那一派連秤都不用 對不對 眼睛看 對因為眼睛看 會覺得哇這很厲害 我覺得這個方案其實 我不完全覺得他是沒有道理的 對 只是說他的難度確實是比較偏高 所以目前可能我們的教學的經驗來說 他會搞死人了 我覺得不需要 那你覺得如果他陣地下來要倒掉嗎 我不覺得需要倒掉嗎 因為其實他就是萃取的一個過程 對 雖然我們一般對於悶爭來說 他的目的有兩個 一個目的就是我要讓我咖啡粉吃水排氣 對 他是第一個目的 第二部分就是他第一段的萃取 對 因為剛開始咖啡粉是風味很多的時候 所以他就算他的水滴掉 他也帶了很多的風味下來 對 因為那個時候咖啡粉是風味是最多 最好的時候 他就算滴下來也不會有出現什麼瑕疵 對 所以我跟你講要不要落掉 我課程告訴你 裡面有答案 我課程裡面有答案 來喝喝看 這是我的香氣放大手法 這肯亞超級不酸的 甜度很高 真的是超級甜的肯亞 然後香氣啊 小紅沒脈也沒味道非常的明顯 OK 那現在第二段呢 我們讓金萬來為我們做他的香氣放大手法 然後我們順便也再聊一下 我們第二個議題來聊 粉牆 好 聊粉牆好 我的沖煮手法的話 基本上我會用 跟到時候我在課程裡面講的 基本上是一樣的 可是我也會磨的比 平常在略粗一點點 其實就略粗粗一點點而已 因為我等一下 為了要把他的香氣上做的更豐富一點 我一樣會採取把悶蒸拉的更長一些些 那我自己的沖煮方式 一樣會分五段吃住水 那我到時候在課程上一樣會提到所謂的四六法則 那前面一樣會做悶蒸 然後會有所謂的到第二段 然後建立粉牆 那我會把悶蒸的水 然後給的多一點點 悶蒸的粉通常會做兩倍的水嘛 那我等一下會給到三倍 那例如說我等一下會用15克的 15克的粉 我等一下會用到60克 60克之後我會再給100ml 所以我會把給第二段的水 挪一點點給到第一段 然後我們一樣會等到一分鐘 然後把它香氣做主 就算是第一段水放大的 對 跟我剛好相反 我是縮掃 所以你會發現其實第一段 你在做悶蒸的時候 會有很多的水 它已經往下湖裡面跑了 那其實這個時候你不用擔心 然後就會回到就是剛剛講到的都市傳說 那這一段到底要不要倒掉呢 倒掉就沒有東西了 倒掉就都沒有東西了 對 所以其實你不用擔心 其實它保留就保留 對 所以如果你要回歸到把 剛剛的悶蒸倒掉的話 你這一段你就會沒有東西 對 因為其實有很多的手法 那種所謂的 把悶蒸滴水倒掉的 可能是很少部分的特殊手法 對 然後等一下我們一分鐘到的時候 就一樣做完我們第二段 然後倒100 就是回歸到我課程裡面講的 然後倒100 然後你就會發現它其實粉牆它一樣 它就不會像 我以前在做的它粉牆會拉高 因為你第一段它做完 它粉牆都會變比較偏淺一點點 所以它雖然它的粉牆沒有拉高 可是它等一下它的酸香氣 它還是一樣會保留的很好 然後等一下我們就一樣到150 所以只是第一段調整了對不對 對 因為其實對我來說 我的概念就是其實前面的40% 它做的已經是大多的萃取物質了 那我只是把它做了一個相反的動作 然後把它的前面的酸香做的更充足一點點 然後後面其實都一樣 都一樣的萃取手法 然後也因為前面你沒有把粉牆做的高一點 所以你後面一定會伴隨著一點點的浸泡 對 因為你後面的給水 它會把一些些粉牆再往上帶 然後所以會帶有一點點切取的浸泡 那是正常 然後你也會發現 因為你前面悶蒸的時間拉長了 那就會有點打破前面在教學的規則 就是我們會有一個所謂的安全框架的參數 就是時間嘛 對 那我們正常來說都會是 例如說很像淺焙淺中焙的話 大概是會到2分10秒2分20秒 那如果你今天是要走一個特別走 酸香路線的話 你往後推 例如說再往後推個30秒到40秒 我覺得都不用很care 這個因為你已經把粉磨出了 所以你也不用怕它會爆掉 對 大家可以喝喝看 這樣的沖煮模式 所以剛剛進化上說 其實我覺得很有道理 各位要想一下 就是如果在沖煮過程中 比較硬背 譬如說那個好球帶 對 它其實是有調整的空間 當然進化就是把那個研磨度 為了它 它整體的時間會拉長 對 所以它就是為了減少爆掉的問題 研磨度會調出一點 就可以回正一點點 你就同時可以做到你要的目標 但是又不會爆掉 對 OK 就像是一個悄悄板 對 所以有時候上線上課程的好處就是 你整體的概念會比較完整一點 不會說人意語 對 看到一個東西 對 我就覺得一定要跟著它走 是有碰過很多這種網友 真的 有點怕怕的 是因為像我覺得 我跟學長的做法 是我們喜歡用證 就是實證 對我們會喜歡就是先用實證的方式 然後再去跟大家來去做分享 這樣子你們才不會去一直 往一個錯誤的方向去走 對 這觀念還是 理論還是要有 所以這樣子衝足起來 不會一直在繞圈圈 為什麼這次我們的課程講的是 萃取 不是單純講衝足 就是你應該要懂整體的萃取邏輯 對 而不是只有單純 手衝這件事情 那手衝你把它講的太過於複雜 我覺得也沒有用 而是你那個邏輯要通才對 OK 那我們剛剛回到剛才的議題 這邊很好合 果然我們的調性還是有差異的 然後你剛才說到衝的時候 也跟大家提到粉牆 對 所以覺得網路上很多傳聞就是 不應該把粉牆衝掉 對你覺得這個都市傳說 我覺得把粉牆衝掉 它其實是一種說法 對 所以我覺得沒有該不該這件事情 你只要知道原因是什麼 跟你為什麼要這麼做 那你覺得為什麼當初很多人會覺得 會說粉牆不要衝掉 我覺得他們覺得不要衝掉的原因 是因為他們可能會怕例如說 好例如說早期V60 它不是透明的嗎 那很多人他可能會覺得說 那個水它是會從旁邊滴下去 側漏 對會側漏 對那側漏它其實 講明就是by pass的意思 對 那他們可能會覺得說 這個所謂的by pass 會不會讓咖啡變得比較稀 然後或是比較單飽 對可是那其實就是by pass的一個部分 它也並不是讓它變得比較稀 那我覺得那其實也是一個手法的呈現 對那甚至其實你把粉牆衝下去的時候 它就會變成轉成另外一種浸泡的效果 對所以其實我覺得 如果你只要手法得宜的話 它其實不是不能做 只是你要理解那個原因跟邏輯的理由 會變成怎麼樣 對會變成怎麼樣 所以我覺得我自己的觀念是 你只要懂邏輯跟你懂你為什麼那麼做 那就可以 所以一般來說你的版本 如果你要沖掉粉牆 你會選擇比較後段的來沖粉牆 我會選擇比較後段的是沖粉牆 因為它變成說後半段一大段會變成浸泡 對對對 而且我比較好掌控 所以那我們就不要 如果像我也是不是很愛太多浸泡了 對 所以我選擇也是 我會沖掉粉牆 但是我會選擇最後一段 對對我也是最後一段 對 因為前面我們其邏輯都一樣 因為前面大多在萃的都是好的萃取物 那後面其實我們在做的浸泡 其實都在把它的body 要去做提升的動作 對對對 所以其實做浸泡也不是不好的做法 如果你希望今天咖啡 它的body感更好一點 其實你把粉牆沖掉 你只要知道這個邏輯是你要做的 那你喜歡為什麼不可以 對 所以這個邏輯有點像是 譬如說如果你是個很喜歡body的 對對對 確實可以少一點點沖掉粉牆 對啊對啊 那如果你就是一個怕body的 對 那你確實可以選擇 一不要沖粉牆 對 二就是最後一段 或是最後幾50cc 最後80cc這樣沖粉牆 你可能一樣可以沖出好的效果 但是就 你要自己控制那個 這也是跟布水有關係 對對對 我比較怕很多人就是不知道為什麼 做而做 對 沒錯 就是你做什麼我不知道 對這個觀念我覺得很棒 就是那個 我也是跟大家聊聊 每一個動作都知道為什麼的話 基本上你很難沖不好 對 就是人家知道每一個動作的邏輯 OK 所以這個概念大家應該聽得很明白 其實沖粉牆他不是不能做 對 你要想想他做起來會有什麼樣的效果 對沒有錯 好那我們第三個 好 我們要聊的是 保存 對 豆子保存的問題 保存最多人 我覺得到現在 還是 因為我不是那個粉專下面的那個文字留言 還是有人在問 可不可以放冰箱 可以放冰箱 到現在還是有人在問能不能放冰箱 但我覺得網路上還是很多說法 為什麼還是會覺得可以放冰箱 我沒有辦法理解 不是說沒有辦法理解 我覺得說是被網路害的 我覺得 我自己 而且有書書還在寫你知道嗎 對 就是他們不知道翻譯來的還是怎麼樣的 就是還是會有這種 就是導致人家錯誤的觀念 好所以你覺得比較正確的邏輯是什麼 其實真的最簡單就是正常放就好 正常放 就正常放 你發現袋子其實就好 如果你真的很擔心 你喝的很慢很慢很慢 你了不起你就拿一個蜜蜂罐 蜜蜂的 你連的袋子一起放進去 最保險 對要不然就會怕汙染 對汙染 然後要不然其實老實講 你就一個袋子 你正常放你放個三個月 其實都不會有事 我其實最常會建議的是 有些人他買的是 好例如說什麼COE 對很貴的豆子 對很貴的豆子 或者是什麼亞馬加藍三 他們就覺得很高級的想要 例如說慢慢喝 或者是例如說一些極品豆 對 然後翡翠莊園紅標 捨不得趕快喝 那你就幫我用分裝的 一包一包分裝進冷凍 冷凍嗎 對不對 我給你看 我跟你講我這邊 我這邊有一個 我還有貼日期喔 2022年 10月26號 翡翠莊園紅標 隨其淺陪 好要不然我們等一下派一個這個就好 超短的是不是 我們來看看他會不會 有悶蒸 OK好會不會膨脹 對會不會膨脹 對所以你鼓勵就是 如果真的那種很神貴的豆 冷凍 但是要分裝嗎 要分裝 我們來打破一個這個留言 打破了那就來買課程 這個人真的是 所以冷你覺得冷沒事的話 就正常喝就好 可是如果 可是你看這已經放兩年了 對 10月26號 2022年 等一下我們派一下日期 冷凍庫拿出來 你見證的嘛 你可以當正的 兩年的豆子 我們平常也不會動不動放兩年嘛 看我明天拍完youtube 明天我會不會送醫院 那個 因為像我們剛剛提到這個議題嗎 冷藏冷凍齁 因為確實冷凍它還是可以有效的減少 那個咖啡粉的咖啡豆的氧化 冷藏其實我是覺得 一來它的效果就是比較有限 所以它的 聞 像新鮮的 吃新鮮的 很活潑啦 香氣還很活潑 對 所以你看冷凍之後也不用管它 直接磨開嘛對不對 直接磨開 也不用什麼直接動的問題 不用退 對但是 剛剛今晚講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你一定要分裝 因為如果你是整包的 一來你不好密封 二來就是你拿出來 如果你咬了你要的粉量 一會拿回去動 你的咖啡豆會反覆的進入冷凍解凍 冷凍解凍 那個其實有傷害很大 對因為會有水氣 對那時候就不好了 所以其實 對所以其實像 剛剛學長摸到 它其實現在是冰的 是涼的 所以它其實會有什麼效果嗎 因為你磨的東西 它其實你在磨的時候 它其實會熱嘛 它會燙 對 所以它其實在磨的過程中 它不會有熱能去把你的香氣帶走 所以你等一下在沖泡的時候 反而它香氣會在你 吃香氣的時候會還給你 對 所以等一下我們可以 等一下我們就鏡頭帶過來 看看它的燜蒸 兩年的紅標意機 看吃水就知道 滿舒服的齁 不像放兩年的吧 對 因為它的那個張力 粉跟粉還是咬得住水 咬得住水啊 它沒有它啊 對不會塔 所以基本上 13克而已 13克 13克的紅標意機 對喔 可以看那個油脂的表現 對 看起來就確實它吃水中化是很好 對 就不像是澳掉的豆 完全不像 然後它的油脂 然後還是金鐘色 對 然後等一下可以喝它的味道 我覺得基本上 它還是會產生它橙花茉莉花的香氣 然後它的等下酸質上跟甜度 我覺得會比較像葡萄乾跟太菲糖 然後帶有像橘子果醬 然後它等下中低溫的話 我就會轉那種黑莓跟山竹 對 它這一包很珍貴 剩13克 我那時候一直捨不得喝 我想說豁出去了 來讓你看看這放兩年的冷凍 會長什麼樣子 你手不應該也沒有兩年的豆子了吧 怎麼可能 我豆子都會很快 對啊 什麼好東西都麻河掉 我抱持這個實驗家的精神 你知道嗎 因為有時候我們會在跟 就是大家介紹說 我們不敢亂講 我們通常都是會用 就是自己真的做過實驗的 我們才敢去講說 它的可行性是一定可以的 對啊 對 真的不要亂說 對啊 因為確實很多網路上 他們也是說話隨便說說 對啊 因為他們可能網路上查說這樣可以 然後就隨便講 因為我真的還有 我們那時候有做過一個實驗是 例如說放了三年的豆子 然後它這裡面當然有放什麼乾燥劑啊 然後例如說有放乾燥劑 然後它也有蜜蜂 對 然後三年老胃 這真的是老胃 對 完全沒有辦法 所以 我們就會可以的就會講可以 不可以的就會說不可以 對啊 那2分20是不是在你的好球袋裡面 對 精準 尤其是沒有像這種 異計其實就是很耐脆喔 你就會讓它到三分鐘都不會爆喔 對喔 OK 來吧 OK 哇珍貴的 兩年都紅了喔 兩年都要異計 先聞看香氣 我這個就行了 好 嗯真的 香氣的保留還是 很好 很好的 完全沒有老胃 對 其實剛剛這種做法啦 也算是蠻多選手在比賽 對 他們也會用冷凍的方式 對 因為他們可能豆子很貴嘛 對 很貴的喔 他們用冷凍的方式 去讓他豆子維持在一個最佳的時間點 所以通常是這樣啦 因為冷凍的情況之下 假設齁 這個紅標義技 我是養兩個禮拜最好 對 就養好的時候 放冰箱 對 因為拿出來以後就不能再養 不能再養 就要把它抹開 所以很多比賽的選手是這樣 他可能測好 可能紅完五天是最佳的時候 就直接放冰箱了 對 好冷凍 然後要比賽的時候 就馬上拿出來 再給他 就抹開了 所以這個方式是 可以的方式 但是如果平常日常 就把它喝掉就好了 對 新鮮秤喝掉啦 對 那其實一般的豆子 也不需要這麼累嘛 對不對 你就趕快把它喝喝掉 那真的很珍貴 你真的很想收藏的話 就是要有可以密封的設備 對 那這樣子看 兩年還可以喝 真的啊 而且剛剛也看到啦 它的飽滿度都有 都很正常的 它不會像那種 你磅個一個月 它就馬上塌掉那種 不會啦 真的喔 說到很多大家的痛處 怎麼悶症都是塌的 兩年還不塌真的是 兩年還不塌真的是 兩年又更好喝 那接下來我們第四個 第四題 好不好 最後再跟大家分享一個 關於滾水沖煮 滾水 我覺得滾水啊 是我 我個人 我就講我個人 因為我相信應該還是會有人用 沒關係啦 無所謂嘛 我個人不建議啦 個人不建議 就是前陣子 網路上有人會說 要滾水沖嗎 老實講 我個人覺得偏炒作 偏炒作 那它的邏輯是怎麼呢 它的邏輯可能 不知道 偏炒作 我還是要幫大家想一下 就是可能 有些人會覺得說 我豆子很好 我豆子就沒有瑕疵 那我100度通 把它全部炸出來 這件事情就沒問題啊 所以這個邏輯你覺得有問題 即使你今天拿一個COE 第一名的咖啡好了 它一定完全沒有任何不好的 一點點味道嘛 我覺得不可能 對啊我覺得不可能啊 你拿100度 對啊它有沒有什麼一些 對啊奇奇怪怪的味道 我不確定 因為當然一些什麼 我們所謂的柑橘釣 一些什麼 當然不可能它放柑橘在裡面嘛 對 它一定是有一些什麼 它裡面的物質帶出來 轉化成那樣子的味道 對 那100度你衝到底 我覺得它比較容易 會有過脆的問題 我倒是比較相信 對 就是因為我們會脆到後面 它越容易轉成一些像木質釣啊 然後或是一些色感 然後粗糙 這個是比較容易帶出來的 除非你今天是 你一開始好 你前面的悶蒸你用100度 你後面有降水溫 而我覺得可能有點合理 對 有道理 可是如果你是100度一路衝下來 那我覺得會有點誤導 對 可是如果你是強調說 你只有悶蒸做100度 那我覺得可能 我也想試試看 我覺得可能是有道理的 因為前面我們講了嘛 你前面是為了把重要物質先做出來 對 你後面用降溫 慢慢把它降回來 然後不要讓後面的東西爆掉 對 所以我覺得要看 你這個100度是怎麼做 對 所以其實我今天剛才說一個道理 就是 其實無論是什麼神豆 都會有爆掉的那麼一天 對 它沒有什麼叫做不爆掉 對 就是你真的是 一斤 神豆30萬一斤 也好 反正都沒有 它就是如果脆到一個不舒服的位置 總是會有的 對 對 所以我們那個界線很重要 所以我覺得不可能說 所有的任何豆子 就只要說我豆子就夠好 我就可以磨到最細最細最細 給它泡三天 也不會出苦渣味 對 這個就是有一點 誇張了 對應該有說如果真的用100度 欸搞不好我剛剛那個方式可以喔 先用冷凍 因為冷凍我的粉是冰的嘛 對 對阿我的冰的 那如果你用100度 他搞不好碰到 喚醒他 他其實喚醒他 這搞不好我可以做個實驗看看 對 因為至少他不會這麼燙 對 或是例如說我連濾杯先讓他冰鎮一下 或許他是一個 欸 會不會幫明年的選手 先找了一個 找了一個想法 先冰鎮我的濾杯 OK 因為100度這個議題喔 我之前還跟大家討論過 對 我倒是沒有覺得說不能做 因為我覺得現在 我那時候的 立論點是因為 我覺得現在有很多的高手們 他為了不要瑕疵 對 所以他的研磨度會越調越粗 因為臨界點還沒到的話 我們就可以把水量慢慢調高 對 但是也不是絕對告訴你說 100度就絕對是對的 你慢慢挑戰 讓你的萃取量越來越多 對 而不是說我就直接拍掌跟你講說 100度 如果只要豆子沖出來 100度有苦雜味 就是爛豆子 這個實在有點武斷 對阿 要解釋清楚一點 所以那個臨界值 就是我們大家明白 就是豆子都有臨界值 對 那100度呢其實 它可能是一個好手法 但是相對有點危險 對 有點危險 熟練一點再玩 熟練一點是可以慢慢挑戰的 其實我們還是要日常一點對不對 對阿 我們不是天天都用名貴食材的 對阿 日常 半磅大概500 800 600 700 你說100度 不會出苦雜味 多少都有 他那時候炒那個議題的時候 我不要再相信他 用什麼名豆是不是 其實我有時候看網路上有些 可能為了賣豆子 對阿 他的說法很好玩 就是磨到最細 濾杯用時尚最慢 然後用滾水 然後下去讓他慢慢泡 就是說 我的豆子完全沒有瑕疵 滴出來絕對好喝 對 這種我都有點 覺得很想為他喝彩 對 不是 所以我們是 例如說像你也開了線上課 我們的目的也是為了不誤人家指定 對 我們觀念還是要合理 對 雖然有時候 看起來挺有趣的 有時候觀賞 歸觀賞 效果歸效果 對 有時候我們該認真的說 我們還是會很認真的 對阿 有時候就是這樣 網路上有些東西大家看看 那如果你真的想要學咖啡 對 那你還是要回歸到一個正規的 思考邏輯 很重塑好東西 對 就像我們最近做橘子咖啡 對 也不跟大家講說橘子咖啡就超級好 對曲代理杯阿 這好玩嘛 效果阿 邏輯不一樣 對 玩法不一樣 OK 那今天講了四個議題 那最後呢我們請今晚為大家聊一下 他這次的線上課程有什麼 可以拿出來獻保的 好 我覺得這次的線上課程 最主要會發現 我不講手沖兩個字我講萃取 最主要的觀念就是我 我會希望他無論新手到老手 甚至可能你今天已經是創業者 甚至可能你想準備比賽 或者是例如說你想要往評審這條路去走 他其實累積了我很多的經驗 因為我也是從零開始 我也是從菜鳥開始 對我還請學長幫我上過課 從學長指導過我 那時候我也很慘 然後我也是從選手當起 我也是一路慢慢的當上評審 所以他其實累積了我很多寶貴的經驗 包含我也教過了很多的學生 然後也知道很多學生的痛點在哪裡 知道為什麼他們可能不知道 怎麼樣沖住一杯好喝的咖啡 所以我覺得這個課程 他集結了很多我的經驗跟心得 然後怎麼樣子在這樣的課程中 更加的化繁為簡 是我覺得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再來是無論今天你上的這堂線上課程 你後面想要來跟我上實體課程 你都會很容易的可以連接的上 包含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是 你很容易找得到我 反正如果有問題來去喝杯咖啡 你都可以找我聊聊 討論一下這杯咖啡哪裡 對味道 對都可以來一起做個校正 對基本上這個課程他講的很多元 從意識手沖愛樂鴨聰明濾杯 法式濾鴨冷淬 感官怎麼訓練 來賓 來賓 對來賓也是重頭戲 對來賓精彩的 這些來賓都不得了 還有bonus 我覺得光這些來賓 就比我那些課程都還要來的 不會不會不會 我們來賓就是錦上添花 我們有在講師原本的架構之上 來補充一些我們的見解 這樣子才完整 光來賓就把課程打趴 所以各位對精彩箱課程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看一下詳細的內容 那過程之中也可以理解一下 精彩這次的授賀他的概念是什麼 有時候我們看課綱就可以理解 一個講師他想要表達的東西 有些是比較專注的 有些是比較全面的 所以這個東西都是不錯的養分 OK 好那我們今天的充足功能 就到這邊為止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關注一下精彩的下課程 好我們下次見 拜拜 拜拜